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星期日,沙田日馬賽事的舉行途中 我們將會月陽轉播日本杯 日本杯一連一度 日本馬壇的盛事 由80年代開始居行到現在 近年我們每次都有一體 沒錯,其實今年的日本杯 我看上去的陣容方面 好像沒有以往那麼星光噴噴 這件事我會覺得好像失色了 對,其實連報名階段 出馬的報名名額也不太滿 因為這場賽事可以最高出賽馬筆 可以達到18隻 但現在出賽最後只有14匹 當然有些馬是很受注目的馬 例如剛才賜馬的錦標賽賽事 幸目就三貫完成了 但其他馬大家都比較熟悉 例如你見光鑽、你見皇冠 這些馬大家都比較熟悉 這群人挺大的 對,有些朋友都問及 為何近年日本杯都不是今年的事 即是過去兩、三年 外隊來的馬少了 因為過往日本杯舉行的初期 外隊馬是很威風的 有些像我們香港國際賽 初期主隊馬不斷交學費 輸一下 但輸到近年外隊馬都不敢來 今年似乎都是這樣 不過你沒辦法 北京說到年尾 即是歐洲賽季也好 甚至乎美國也好 其實他們都已經去到很辛苦的階段 以及之前很多大賽已經跑過 你說要放一個重心在年尾 我想香港國際賽店也會好一點 因為間距會比較疏 所以在遠征方面 準備時間會比較充足 我們看看今年日本杯的三節馬陣容 好像真的感覺往來差了一點 幸目就抽到一檔 大家留意的負磅 它是117磅 最輕的那一匹 還有一匹三歲馬 就是二號馬的少年盈人 他排著二檔 大家剛才也很熟悉 李健光轉李健皇冠一對馬 就是三、四檔 李健皇冠找到的布宜學來跑 上星期布宜學日本那邊 已經有成績交代 也是很好 另外有些大家也熟悉一些 七號的萬賴真鳴 排著七檔起步 外隊馬 六號的青天雷鳴 排著六檔 另外熟悉的是八戶的神業 我們見過他來香港 當然表明一般 上次跑得好一點 在八檔 高勝進日 這隻馬真的跑了不知多年 上屆冠軍 就是了 繼續排九檔 另外執著幾件 比較少見 文雅之士上次就很頑皮 看看今次臨場看到這隻馬是怎樣 卡帕里島 俄伯人馬房的馬 這次當然會用莫雅 排了十二檔 反而十三十四一隊 探索火星和二油制勝 我們不算是很熟悉的馬 但跑法都會類似 會等前一點 外隊馬只有兩匹 卡帕里島 青天雷明 兩匹的外隊馬 近年的外隊馬 這個跑得很差就不是很頑皮 經常只有一個近 能夠進入鏡 但威脅就不是很大 看看今年出馬少一點 會否更好 至於東京競馬場 2,400米大家都看到很習慣 很熟悉 打鼻也會看 到底他怎樣跑呢 看看吧 還有大家都知道 10月份和11月份 就是東京競馬場的賽旗 主要賽旗 其實內蘭的地 已經跌到台人比較多 但是不是說不好 內蘭依然保持有馬贏 而且放頭馬也不太差 大家都會知道 跑到差不多200米左右 又轉彎 回來也是長直路的 500多米 既然是這樣 先分析一下兩匹外隊馬 有沒有機會跑得比較好 如果看排名的卡帕里島 如果跑歐洲賽 我們經常都說 差不多了 沒甚麼出路 來到日本又怎樣 因為這次出馬比較少 而且始終也是 在法國海船門大賽 和英國冠軍錦標 他表現都不錯 當然入到三格 你可能覺得他真的力有不遞 但是現在的對手就不同了 會不會有機會提升一下名次 不過有一件事 其實待會看片 我們都會發現到 其實你說跑到李半屠程 是一場外爾蘭打鼻 之前說其他不算很特別 甚至乎你說相名也比較少 我自己擔心 其實他是否一隻正宗的李半馬 故知仍然今年的海船門大賽 他跑得不錯 但我們準備了片段 就是海船門大賽意外 看看他如何跑 先看這場比較早一點 例如另一場聲稱錦標 很少馬跑 這場是愛爾蘭的賽事 還要很早 4月份的時候 當時跑了2000 說真的 你對著這些對手應該要贏 是普通對手 而且場地上也能幫忙 他們跑了一些大一點軟地、爛地 也會比較好的馬 追緊他的就是Cannonball 以及Beautiful Morning 這兩隻馬 都不是一級的分子 他只是緊緊的 其實也很勉強 好了 跑到更高級的 這場是法國海船門大賽之後 英國冠軍錦標 我們有轉播過來的 吃力的 他又是第三 第四 要贏金虎神偷 他沒甚麼機會 不過你說 第二是精型汪洋 第三是隧道賣武 我很記得這馬 也搞不定 還要被人漸漸拋開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他今年沒有甚麼特別進步之餘 還要挑戰再跑2400 是否這麼拿手 我有點疑問 看上去路程上 好像是2000 好像跑到1900米 會比較正宗一點 去到你本 總是好像只有一個 最後那段加速力 不是很強 但你惡霸人選擇過來日本 可能他也會有部署 但我最初希望出馬也這麼少 他因為比較均速 如果放在前面 跟著二、三位跑 甚至沒有馬 放自己放的話 其實可能也會有些機會 但看看不是 多了一些不明的馬 探索火星二遊 就是不能放在前面走 變成你又會在人家後面 到了入直路的時候 要加速500米直路 我想不到他怎樣加速過日 林美還要上車 你看到兩、三場賽事 他去到末段 都很快已經力弱了 在終點前 還要叫他上車 我們有機會就不會太突出 對 所以就算是莫雅也好 人當然是厲害 但不能夠盲目去相信莫雅 而不是他自己落地跑的馬 既然卡帕利島不算太好 青天雷鳴又怎樣 這筆似乎近期的表現 不錯 有一點驚喜 沒錯 其實我們看到他從夏天開始 一直慢慢上來 他的實力是否很提升 很重要 也不算 但跑法似乎會切合這次的賽事 不用多一點 因為他是比較傾向追 這場是早點的7月28日 的約克錦標 其實是在那段時間的 青天雷鳴 不斷製造驚喜 他有少數 即是在英國我們看那麼多 他是低班跑上來 他四班都起步 他可否真的可以纏到他這個級別 當然也要再考慮 但他真的準誠可愛 而且挑戰一級賽 他一纏上來就能夠上名 他之前的強手沒有威脅 但起碼也先跑贏不少對手 到了加拿大國際錦標 10月的時間 其實中間他間了一場 我們看不到 那場是約克朱德王國際錦標 那場跑得好 那場對著歐洲馬王 蠻絲勞喊 詩人之言那些馬 不過你又看到這場賽事 他出來之後 按理就應該全贏了 不是的 上來有人過他 還過得很輕鬆 那是荒莫力奇 那一對歐洲馬 結果到了加拿大國際錦標 就包拚一、二名 不過以這一場來說 他透出之後 又不是真的進一步加速 那你再計算對手 是否真的那麼強 那我自己會想多一點點 就是放在這一組裡面 可能你贏得一些年紀老一些 但是要贏得到幸目的那些 那麼當裔才會比較難 對 其實從暑假開始 剛才也看過 從7月開始直到現在 11月當中的用力 我自己覺得比較多 幸好有一件事 他如果去到日本 日本的場地 可能會比較乾塊 他相比剛才我們看過 八人那隻卡巴里島 他跑乾塊的場地 就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都可以留意一下他 還有跑法上 這場剛才都既然 卡巴里島不利 就變成他有利 因為很多馬 大家在前面要爭著走 那麼他是追一段 叫做有些能力 希望可以跑得近一點 就這樣看 兩匹外隊馬 對著主隊馬的威脅 不算很大而已 現在來說 當地最受注目的那匹 就是新鮮出爐的三冠馬後 三歲了 三歲的癡馬跑日本盃 近年在我們轉播的賽事裡 不是沒有好表現 不過好到怎樣 我們準備了一個表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看近這10年 三歲的日本盃能夠上名的馬 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你說中間有個斷層 因為2017年金支 八國之營是好 但當時也只是能夠跑得二 數回去 有盈路比這些級數的馬 都可以追到上來 是第二的 他的跑法也有點像癡目 再數上要贏 是去到什麼級數呢 就是要去到貴婦人 貴婦人是馬王級的分子 不過我看其實 杏牧也有這樣的影子 至於你說 2010年更加有兩隻 玫瑰帝國和比薩勝區 當時玫瑰帝國 是被告掉的謎人景志 謎人景志之後那一年就保重 然後再數下去 最貼馬是怎樣呢 2009年紅色夢想 也是在後面撲上來追得好 2008年天空深處 你看到其實 說真的 這一群馬之中 除了玫瑰帝國和有盈路比之外 其餘那些都是不只一場 他不能吸頭馬 也要留意這件事 玫瑰帝國的結果 是因為他沒有份贏 不過迷人景志 阻礙他很緊要 就升了上去 起碼他也能夠入三甲 如果純粹看數據 即是三歲的馬 甚至三歲的癡馬 如果他有能力 贏可能一匹半匹 但入三名 一點也不難 不過如果以今年這個對手來計 如果幸目也贏不到的話 我會相當失望 唯一一點就是現在抽了一檔 他會怎樣跑 因為我們見過他 過往幾場贏得精彩 都是開面撲上來 甚至我們也見過 抽華上是怎樣跑的 抽華上也很厲害 其實早段也差不多在 尾四、尾五位之中 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真的有點替他害怕 你是不是輸那麼遠 前面那隻不停 明奇摩力其實 你看看安上人很淡定 李武華真的很熟悉 空有成竹 數兩下 已經過了前面的馬 前面的密奇摩力 輕柔流暢那些都是在攬上來 但你看看 他那段加速力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外葬蝕位之下這樣上來 剛才也是 擔心小小娘 朱仔所說的東西 排著一檔 不過跑到二千四 二千四他又可以跟著好位跑 剛才看那場抽華上 他就因為二千米 轉個彎也要比較闊 可能會墮得比較後一點 但是上去李本 我相信他可以跟著好位 當然贏打比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沿途首長五六位 就不會留到那麼厚 如果你說最大優勢是他的磅位 始終你說到現在的階段 他在受養四磅 不是四磅 其實Kiri就是8.8磅 是真的穿得很厲害 是的 還有最重要 看來外隊馬就不太厲害了 甚至自己本地的對手 也未算太特別 這些優勢他就有了 但是是否無懈可擊 沒有其他對手可以擊敗他 先買個關子 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次回來 討論其他的主隊馬